民国72年设立的凤林镇儿童公园 凤林镇公所在110年编列预算进行翻修 在30号举行启用典礼 周边居民也很开心可以把儿童公园重新塑造 让亲子老少都有一处安全的游戏地点 八年任内凤林镇长肖文龙表示 经过团队的努力以及整理规划之后 呈现出了凤林有别与往的客家大政 请检查 110年编列预算重新规划儿童公园 30号举行了启用典礼 镇长肖文龙并期许夏日任镇长 能够持续维护管理市区的公园空间 让民众能够有舒适的运动休闲地点 过期那么多年来是一个状况的地方 那我们想我们这是一个四度星 没有把它整理出来 现在每次大家只能路过都把这里避忘掉 现在从这里看下去就感觉到很宽阔很明亮 是一个好的地方 过去环境在政府是很好 我们感谢少俊和政党能把它做成活动楼园 这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表示 政策的延续是相当重要 在好的政策建设之下持续的经营 才能够为凤林镇带来更好的发展 我们每天都能经过 我们不管是早晨 除了这种午后 我们傍晚 有相当多的我们社区 我们附近的乡亲们 带着孙子来这边 使用我们的一个孙子 整个公民的向上发展 是要所有的机关团体 所有的社团 大家共同来努力 你要有那个心 因为我们住在凤林 我今年六十四岁 我除了当兵两年 我六十二岁都在凤林 我见证了凤林的一切一切 凤林的改变 是我从私自治工作以来 最大的一个信念 那我也幸运的看到了政长 这八年多为凤林做出的改变 我也有那个能力 我有那个信心 能够为我们凤林 坚持住消炉政长说 留下了所有的政绩 好不好 好 在华东基金 以及正宫所配合款 共一千万元的意图之下 重新打造 38年历史的儿童公园 取用典礼包含了凤林镇 各离里长 正名代表会各代表 凤荣地区农会 旅监士等 长官贵宾到场支持 也期盼凤林镇第一儿童公园 以全新样貌 提供儿童更舒适的游戏环境 有这种空间会不会觉得很好 很棒啊 因为小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比较多数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让大人小孩都可以玩还不错 记者凌杰凤林镇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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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